好 随着国内疫情防疫降到第二级 圆明会也制定了部落文化健康站开站标准的作业流程 那么县府的圆明会也订定开站防疫的指引 那么只要居服员以及工作人员 还有站上长者的疫苗施打率是超过了80% 就有条件式的恢复服务 那么花莲县目前总共有21个文件站达标 那么这个礼拜就已经开始恢复文件站课程的活动 上个月27号国内防疫降到二级 各乡镇市各部落文件站也依照了 圆明会部落文件站开站标准作业 以及县政府制定防疫管理指引 在8月2号重新开站服务 这些乡目前有9个站 那因为要符合我们防疫中心的规定 那目前只有瑞祥村慎藏运作 虽然是缓和了 但是危机也还存在 所以政府中央政府或者是花莲县政府 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余力 那就是到目前是8月9号以后才开始 重新恢复日常服务的文件站 除了站内居服员、储工以及志工 列策到站的长者 疫苗施打率必须超过80%之外 县政府原民处长陈建春表示 恢复开站后任需落实执行限定文件站防疫管理指引 另外以往公餐共食则改以便当方式来提供长者带回食用 降低感染机会 防疫措施很根本的 每一个到站的工作人员长辈仍然要 量体温、全程戴口罩、分流管制、酒精消毒 没花做 我们长者还是把那个午餐装便当而带回家自己吃 全花莲县总共有90个部落文件站 虽然符合恢复开站条件的部落文件站 目前总共有21站 但随着长者施打疫苗意愿的提升 原民处长陈建春表示 将采滚动式的调查统计每站的疫苗施打率 只要达到以及符合开站条件者 原民处也将会在每周五通知宣布 让部落长者得到更安全的照护 记得综合报道